欢迎大家再度收看赵哥开讲 那我昨天跟各位投资人讲一个重点 中小型业绩股本益比真的是超低 那第一个高价股 譬如说台积电拉开了 我跟你讲说你要买华城 道不如买怎么样 帽连 道不如买国具 道不买台光店 台积电拉开的这三档股票的 自然而然有拉动力上来 那另外一个华城 我跟你讲 1519 各位投资人都很清楚 这一档股票 1519 今年EPS是15块8股价高达900多块 业绩比那三档股票差很多900多 所以这个投机股怎么样 就把那三档股票推上去 所以你看一下昨天我跟你讲说 昨天最佳的买点在多少 我跟你讲是我的会员都很清楚 昨天在九点半以前我录那一通 语音就告诉你茂连在320到325 结佳的买点 昨天我的会员听语音 应该很多人 我跟你讲说320到325 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各位今天涨到怎么样 接近涨停盘盘 大涨24块半 好 你看一下国具 今天我跟你讲什么讲 国具今天就是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压缩 压缩目的何在 你不想参加除钱的人 通通让你卖 都给你买 你买就要给你收起了 那我跟你讲 说说走了之后 他怎么样 他就把它推散 那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严重的低估 好 再来一档股票2383 我跟你讲有没有 所以我跟你讲 这就是这一种观点 好 那昨天我跟你讲一个重点 大盘指数从23406 一下子跌到昨天的低点多少 22503 昨天我就跟你断定说 22503 类似刚才跟你讲的 这三档股票 低估业绩 非常好的股票 最低点已经出现了 那类似这一种 业绩好的股票 任何拉回都是买点 但是我昨天跟你讲说 有没有 你这个很强 我跟你讲这个假象 有没有 这个很强 这个假象 好 你再看一下 1503 这个昨天很强 这个是假象 那我跟你讲 说你要买四点 你倒不如买什么 买建廷 买金像电 买心情 你要买这一档股票 你倒不如买怎么样 东洋 提威西 系格 加邦 利隆 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这一种现象 所以我跟你讲两个重点 昨天 业绩好的股票 已经出现最佳的买点 那中小型业绩股 这一波回挡的最低点已经出现 拉回来都是买点 但是我跟你讲说 高估的股票 非常高估 我跟你讲 指数在这个地方 或许怎么样 2503还不是低点 为什么 你要避开三种股票 两种股票 一个严重高估的股票 譬如说我跟你讲 6125 这个没有基本面 去年一平时3块3 但是3块3都是储问厂环 他本类是辽急 那本类亏钱在怎么样 106.5 本类亏钱在106.5 那各位投资人 6284 第一季一平多少 1.74 你要买 这个股票 你倒不如怎么样 6284 好你再看一下 2359 这个是什么 没有赚钱 155块 你买的下手 各位 你真的是买的下手 好 那我跟你讲 你要买这一种股票 倒不如买怎么样 3265 3265 好 23 2465 这一档股票 第一季一平时 1.95 前年一平时9块钱 那9块钱再怎么样 18 那个第一季是亏钱的 所以我跟你讲 中小型业绩国在昨天的22503已经建了 那如果此时还破敌 就是严重高估的机器的重电股一定要再大跌 好 第二个 我跟你讲 各位 我认为台积电 各位投资联注一下 台积电 这一波回荡怎么样 大概已经到达低点 但是这个地方还会来回怎么样 震荡 所以在上礼拜五 我跟你讲说 你可以回补四分之一 你卖到这个 听我话 你卖掉 你回补 那昨天 如果上礼拜五你没有回补 昨天你回补 那这个地方还会怎么样 震荡 2317 还会震荡 2454 还会震荡 我认为这一些前子股 至少要修正多少 8天或者13天 但震荡整理8到13天 不是坏事 何事 那之后 我跟你讲 台积电 联发科 鸿海 还会再创新高 所以依然看好 为什么我跟你讲说 这一些股票看好 昨天 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一下 昨天 你看 看一个资料 昨天我 给你看这一张图表 各位 我跟你讲说 它的业绩在这个地方 营收 这个增加这么多 这个EPS跳升一倍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 第一季就是怎么样 你在这个地方就要化解了 这个各位投资人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这个营收成长15% 可是这个EP是成长90% 这个就是代表毛利上升的 好 它的营收什么 挺可怕 所以 为什么你在这个地方就要化现 好 那各位跌到这个地方 我昨天 还不跟你讲 跌到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 它的底部就在这个地方 先前 低点是大概这里 这一波又回到这个地方 这一波也大概是在这里 所以跟你讲 NVIDIA整理之后 一定还会带大账 那各位的 那我们就要了解 台湾什么股票最低估 什么股票最低估 好 我跟你讲 台积电跟你讲 昨天跟你讲过了 我们看过去 这个还没有过这个高点 这个营收过了 为什么毛利下降 为什么毛利下降 有它的原因 各位国际 这个营收会过 这个EPS大概过 好 你看一下 建策 这个营收大概 也要过或不过 但是这个EPS 5.3差6.2 差一大千 但是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是不是很特殊 好 那你看一下 台积电过了 昨天我跟你讲 2330 过了 各位投资店 你注意一下 台积电是不是过了 创新高 3653创新高 但是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过了没有 还一大截 所以我跟你讲 任何拉回都是 买点 那昨天跟你比较过了 你比较这样看 再来看你比较这样看 各位你比较这样看 有没有 国际滑成EPS 根本不能比 那华城在900多块 国际在700多块 这个合理吗 所以国际任何拉回都是买点 那各位投资人跟你讲 本利比 11.6 好 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业绩比怎么样 你自己看 14.37的 比你9.87好很多了 今年EPS18.3 比你15.8好很多了 华人估计 明年27.3 明年你能到20块吗 那27.3股价在360 900多块 所以各位 你要买华城 倒不如买贸联 倒不如买国具 好 倒不如买怎么样 台光店 好 再来今天跟你讲 有没有 这一档股票 各位投资人一定要注意 那这一档股票 明天也可以上涨了 那这一档明天 除钱也会表现不错 那这一档股票 明天应该只得 最好的股票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 为什么呢 今天给你看 你看一下联帽 这个营收 是不是下降 第一季比第四季来的衰退 好 你看一下 营业毛利确实也下降 营业利益 是不是怎么样 下降 第一季EPS 0.42 可是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的第二季营收 有上来 所以我跟你讲 6213会涨 613 你注意一下 它会涨 但是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第一季营收 是不是比第四季衰退 可是你看一下 有没有 这这样衰退下降 各位 毛利上升 营收下降 但是毛利上升 营业利上升 为什么 毛利16.8 跳升到20.6 营业利13.9 跳升到14.1 有没有 EPS 0.84 好 那0.84 这一档股票 0.42 可是它四月五月 业绩还是很好 有没有 这个比第二季好 所以各位 各位 明天这一档股票 我如果一估没有错 应该跳空开盘 准备开始大涨 我跟你讲 我如果没有一估错 明天跳空大涨 今天外资压盘 进货买了买超2000张 明天这一档股票 会启动大行情 好 你另外再看 再看一个股票 今天我跟你讲说 达电光宝 我先讲这一档股票 各位投资人 这一档也是设备股 第一季EPS 1.95 估计9块 你看一下中砂 EPS 1.88 前里EPS 8块 这个9块 8块钱涨到329 9块钱的股价值在118块 事实上也是设备股 事实上也是设备股 你看一下这个业绩根本不能比 3.128.89 2.55 1.08 0.72 1.4 1.95 1.16 这个EPS怎么样 6块钱 这个EPS 9块钱 18 再18 好 你看一下自胜 2.165块钱 2.165块钱 涨电板 那明天你注意这一档股票 我给你看一个 那我们跟你讲这一档股票拉出来 也可以跟联亚做比较 你看一下联亚营收是跳上来 可是你看一下营业毛利率 营收2.97亿跳到3.24亿 增加可是营业毛利从0.79亿 荡到0.2亿 营业利率负2800万 荡到怎么样 负6740万 EPS是负的 好你再看一下 它的营收 营收 第一季是这样 1111 你看这营收还下降 那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营收怎么样 大概持平 这个三点 这个大概持平 所以这一档股票 各位 我为什么这一等到今天才跟你讲 我就去担这个机会了 等什么时候 各位 这个高点跌到这个礼拜刚好第几周 你给它算一下 13周 KD指标跌到这个地方 做KD 夹起来 你看这个桌KD夹起来 这个地方做KD夹起来 而且这个第13周 好 你看一下 联雅 这一种业绩 都可以涨到怎么样 164块半 各位 你认为这一档股票要不要大涨 这个很特殊 营收是下降 可是你看一下毛利是大幅的 为什么 毛利率增加多少 22.4 跳到30.8 你们都复列这个现象 1.0是跳到1.46 营业率6.7.5% 大增到11.5 好 各位 而且怎么样 第13周 周KD要交叉向上的 好 你这个自公杀8块钱 可以涨到329 你不觉得这个9块钱 118 真的想干什么 这一档股票准备标了 好 今天再给你 时间可能不够 明天再跟你讲 我先下结论 台达电光宝哥为大潜力 我今天先跟你讲这一句话就好 台达电光宝哥 他们都在做什么 做什么呢 都在做整合 电影 他们有电影 他们发展业能 机构 软件 系统管理解决方案 以达到快速的全球制造和部署能力 为客户打造完备的AI伺服器 越能解决方案 各位 台达电光宝哥为大潜力股 目前光宝哥在AKD交叉下 已经创新高大涨 接着光宝哥在7月期 AKD会正式交叉 光宝哥7月期会开始大涨 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有没有 达电 AKD是个交叉 你看他AKD交叉 没有一次例外的 AKD交大涨 AKD交叉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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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看一下光宝哥 注意 这条是我个人用的金线 碰到这里AKD加上 这里AKD上 到这里AKD好 你看一下 有没有AKD要交叉大涨 那现在怎么样 6月底了 7月 我判断这一档股票AKD会正式交叉 交叉会怎么样 我跟你讲不会怎么样 只会像这样打电 只会像哪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3665 你看一个 有没有AKD交叉大涨 有没有AKD交叉大涨 只会像这样 这样 这样 所有各位 达电已经冲上来了 各位你这一档股票 加减去补给一点 错不了的啦 还有我跟你讲 你要买1503 记得 听我的话 3044 2368 2428 那注意一下 2383 国具 各位 超级大潜力股 那我跟你讲 3017 那今天有些低价股也怎么样 表现不错 你看一下 3297 我不评认 各位同志 你要操作这些股票 自己要设停顺点 3297涨停板 3450 但是这一档股票太高估了 这一档股票 你要买这一档股票 倒步的怎么样 这个 还有怎么样 32 6 好 再来你看一下 4976 涨停板 这一档股票 各位小心 再来3652 涨停板 再来3581 涨停板 对不对 5443 涨停板 各位这一档股票 第一季EPS只有0.29 0.29再76.4 各位 倒不如买 6284 EPS第一季到这1.74 倒不如买怎么样 6257 1.62 倒不如买怎么样 TVC2.01 对小心 好 再来3047 涨停板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一些涨停板股票 各位我没有下结论 但是我跟你讲 有些明天不可以去追高 那有些要操作 一定要怎么样 严格设停伸点 真正好股票在哪里呢 我跟你讲 家邦利隆 系格提威西东洋 各位 所以好好去把握 各位都真的好好把握 中小型业绩股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 今年明年业绩比怎么样 划成好太多 划成在900多块 你认为 贸连会不会超越划成 这一档股票 EPS比怎么样 3563 好很多 3653 这一档股票在1000块 你认为这一档股票 要不要超越1000块 各位光宝 打电 AKD交叉 所以怎么样 光宝科7月份 AKD交叉 AKD交叉会怎么样 我跟你讲 就像这个 不会怎么样 它只是像这样 就像怎么样 打电 AKD交叉 不会怎么样 只会这样 各位 认同黄老师的观点 请你赖进来 加入我们的行列 好好去把握这一波赚钱的机会 我跟你讲说 列式台积电 拉开 业绩比它好 本益比比它低的 好 华城 业绩那么差 可以推到900多块 那你认为 帽连 你认为国具 你认为台光电 不大涨吗 所以你要一直迷恋华城吗 你认为 市电 那个业绩这样 300 300块 建顶 金像电 性情业绩比他们好很多 股价比他们低了100块 你认为 那三档股票不涨吗 还一直要追 华市电 你认为 亚历那种业绩 可以这样一直涨吗 各位 好好去把握 这一波赚钱的机会 所以各位投资人 你想要掌握住赚钱的机会 请赖进来 加入我们行列 跟我的助理特别指明 说 我要加入黄老师的会员 各位 这一波我们共同来怎么样 跟我们的会员一起怎么样 迎接赚钱的大好机会 跟投资朋友报告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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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